对方姐妹会是说,牧师常常提到抹油 抹油有那么重要吗?为什么抹油很重要?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经文 以赛亚书10章27节我们来看 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 他的恶必离开你的颈项 那儿也必因肥状的缘故撑断 另外一个翻译可以翻成 那个恶也因高油的缘故毁坏 我相信因为都可以 因为这个肥状跟高油其实同一个字 意思是什么 神的高油是可以断开 亚述王夹在他们这些以色列人身上的恶 所以神的高油可以断开成重 可以把仇敌的一些攻击 一些东西断开 所以抹油有它的意义 好,再来还有其他的经文我们来看 好,我们来看雅各书5章14节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 就该请教会长老来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 所以这边有提到奉主的名用油抹他 所以油不仅可以断开成重恶 油也是这些长老们祷告的时候 代表神的同在的部分 所以这个油也有一致的功能 因为油本身其实在那个年代就可以是抹伤口用的 油,像高油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 比如说羊 如果说有虫费进羊的鼻孔羊会发狂 那你想一只羊发孔就算了 这只发孔的羊往前跑 其他羊会跟着它一起摔到下来一下就一起死 所以简单说那个高油抹在这边 抹在鼻孔前面那个虫就不会过来 也就保护了羊 所以你这个主的小羊你抹油油有它的意义 再来就是克西玛尼 马赞福音20章36起 一书同门徒来一个地方名叫克西玛尼 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里去祷告 克西玛园在橄榄山上 橄榄山下面是一堆橄榄树 然后那里是炸油的地方 所以我们把原文按出来 请按进克西玛尼 1068 你看1068克西玛尼这个字就是炸油法 就是把橄榄 炸橄榄橙油的地方 橄榄山脚下的一个花园或果园 其实我们如果去以色列就会去 克西玛尼园耶稣时代的树都还在 2000年的橄榄树 OK耶稣常常喜欢去那个地方 你想为什么耶稣要在克西玛尼园吗 因为耶稣要像橄榄一样被炸 被挤压被扭曲被压 然后为我们流出那个珍贵的膏油 所以那个膏油也预表耶稣 所以为什么你要抹油 领圣餐 透过吃耶稣身体喝耶稣 写纪念耶稣 抹油透过耶稣为我们挤 很像橄榄被炸出来 承受这一切 然后用这个抹油来纪念耶稣 所以膏油可以断开橄榄 膏油可以医病 膏油可以防止羊发疯 还有可以医治病人 然后还有纪念耶稣 所以简单说透过膏油代表神的同在 代表耶稣 所以膏油是很重要的 希望有回答你的问题 对不起 是 李宗盛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